其實我們的成員多半都是從HPC開始 開始衍生出來的 然後因為時代的變遷有雲端 從隔網到雲端 然後我們這個團隊就做了很多的專案 那其中我覺得 對於雲端的專案 簡單龍就是一個 目前我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龍系列的產品 那接下來就是我的Outline 我會慢慢的跟各位分享說 雲端簡單龍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東西 然後他又如何在教育上提供一些他自己的一些能量 然後還有 當然大家來聽我一定會分享說技術架構 怎麼使用以及如何管理的一些概念 我想請大家回想一下 我相信有些人可能畢業了 會回想一下我們當初上課 或者參加研討會的一些經驗 其實我們上課 像我以前是學處理統計的 那其實上課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統計的套裝軟體 那其實在學校當然是用學校的電腦教室 可是回家怎麼辦 回家就可能 找一些不良的方式當一下海賊王 然後去完成我們的功課 其實我們 我剛剛有講到我們一開始是HPC 然後我們有雲端的專案 然後那時候反而突然大學的老師來找我們了 因為他也是 那個老師也跟我講說 他已經教學教了二十幾年 他永遠都看到這種狀況 比如說學校教什麼軟體 學生想辦法回家 因為不可能買嘛 因為有些license實在太貴 所以他就去擔任一些海盜版 然後他希望說學校應該 要有一些方式來改善這個 沒有想到看到雲端簡單龍 他覺得可以放在教育上使用 然後 那個老師也提到啦 他們其實有參加研討會 或是現在Hands on的一些課程 很多人都拿著自己的notebook 聽一聽然後就回家了 可是他說是不是 有一些 有一個工具可以達到就是說 在我在Hands on的課程中 使用者 你們觀眾聽眾只要拿自己的電腦 也可以開始參加教學 然後回去演練一遍 其實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雲端簡單龍可以用在這邊上面 所以那個老師就跟我們談 就說雲端當然吵得很兇猛 很火熱 但是在學校導入雲端會不會很困難 因為他們也直接想到 學校經費有限 不可能買VMware 或者是很高檔很高檔的伺服器 然後軟體很貴 有時候安裝 一個Lab也才 也才老師加學生四五個 那好一點的老師 大概就是五六個以上 那 有些裝很難怎麼辦 然後有些 他也擔心的雲端進入門檻很高 或者是說 有些我現成的 已經在用的作業系統 我要怎麼放到虛擬機器上 所以這一切他就跟我們談了 其實我是總結他的問題 可以放到這張透明片上 然後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雲端簡單龍可以放在上面 可以被使用 那 一開始 我們雲端簡單龍 其實 一開始一定是做高速運算 可是高速運算 一定 大家都會覺得 這與我們 距離我們非常遙遠 我根本不知道高速運算是什麼東西 所以後來 我們就 把定義這個軟體 是打造一個私有雲的一個工具 然後讓使用者 可以很直覺的去使用 他自己的虛擬機器 其中 雲端簡單龍 EZDA 就包含了五個技術 第一個技術 就是安裝 我們要提供一鍵化的安裝 好安裝人家才會使用 我相信大家 裝過 KVM 裝過ZEN 其實你可能要下很多的comment 才會完成 但是 我們就在想說 既然那麼難安裝 我們想辦法把它變好安裝 所以第一個 核心技術快速安裝就出來 第二個 那 大概我講到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用指令 Terminal 那 後來我們就想說 我們 能讓使用者好用 一定要有一個友善的界面 能做到Self Service 就是我們利用 Web Interface的方式 來達到自助服務 然後對於管理者來講 他有一個 直覺化的管理界面 以及 第三個核心技術就是 雲端仲介軟體 我們 雲端簡單龍的 Hypervisor是使用KVM 然後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是使用Apple Nebra 可是你擔心說 我是不是要每一個裝好 才叫雲端簡單龍裝好 不用 你只要裝好雲端簡單龍 這些都為你設計好了 那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雲端簡單龍 有無疊的版本 以及有疊的版本 那我們也 引用了兩個 就是 自由軟體的專案 快速部件 就是國網中心的 非常有名的DRBL 的一個 企鵝龍的一個專案進來 讓他打到快速部件 那 稍後我會詳細的 詳細的跟大家分享 接下來就是 其實因為我一直強調 我們是從 做高速計算出身 所以我們 玩過很多分散式檔案系統 所以我們也 引用了 我們真的覺得 自由軟體 很好用的一個 分散式檔案系統 在我們自己的專案之中 所以我們雲端簡單龍 垂直整合基礎設施的快速打造 他處理了 Storage Network 跟Virtualization 形成一個 一條龍的機制 那大家會想說 這 一條龍機制到底是什麼 還是很模糊嗎 那雲端龍整合服務架構就是 今天我有一台主機 這是一個人的想 然後我放 我install我的 hypervisor之後 然後上面可以跑很多的 GestOS 虛擬機器在上面了 那假如今天我是使用雲端簡單龍整合服務 今天我可以用 因為我們是重擊方式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現在可以把兩三台電腦 甚至一個Storage在這邊 我只要架好雲端簡單龍 我的Virtual infrastructure就建立起來了 那這時候呢我把每一個虛擬機器實施 概念化的抽離 然後把它平均部署在這些機器上做微運 那假如今天 今天有一個GestOS 有問題 或者是說大家看到主機1 想要做進行維修 那其實他可以輕易的migration到別的地方 那前提是他們要處於同一個LAN的狀況 那這就是我們剛才的雲端簡單龍的一些 Operation的一個邏輯上的概念 那我剛才有再重複 在就是雲端簡單龍的特色就是快速安裝 以及我們用了很多自由軟體 雲端虛擬化的中介軟體 而這些我們都把它變成一鍵化的安裝到 雲端簡單龍上 以及知識服務的一個web interface 那大家會問說 那雲端簡單龍自己本身的架構是如何 其實它的架構是Master and Slab的一個概念 所以簡單來說你要玩 雲端簡單龍其實你可以拿兩台主人系統就可以玩了起來了 但是我有一點要跟各位講就是說 當Master的機器呢 它的硬碟一定會被清空掉 因為它要把它Storage共建出來 然後提供給虛擬機器的空間使用 然後Master的主要功能就是它可以提供自助服務 以及給管理者進行login的部分 然後它可以監控實體跟虛擬的一個計算資源 那Slab的部分呢 其實至少一台 那越多台當然越好 那雲端簡單龍 這扯到我剛才有講到 雲端簡單龍有無碟板或有碟板 那原因就在這邊 當Slab呢 今天呢 只攻堅它的CPU跟Memory的狀況下 它就是採用雲端簡單龍無碟板的 那 那這個 這時候 Slab是不會被清空掉硬碟 而有碟板的雲端簡單龍則是會清空掉硬碟 那試用情形我後面有一張Slab會跟大家分享 那其實 EZR的Slab最主要是 提供承載虛擬機器的容器 所以簡單來說 我的Slab越多 我的容器空間越多 我能在上面跑的GasOS越多 這樣子 那剛才有提到說版本的區別 我們先討論無碟板 無碟板我們就是用 企鵝籠龍DRBL的方式 其實紫節點 其實 你根本不會 好 簡單的說 我自己進去 還有 操機 忽然的需求 暴增的時候 這時候我甚至可以在我的 其他地方把我的電腦搬過來 擦上昆格LAN 那以後 它就可以變成 它就自然而然變成 EZR的Slab了 這時候也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隔天 它要 這台機器還有它自己的運 運轉服務 它直接拔掉網路線 它又變成它自己的 原本的狀態 因為在這時候的 Slab 只貢獻它的 記憶體 跟CPU 那 相對而言 當我們使用 有碟板的 雲端解釋龍 用到 不算式檔案系統 那每一個Slab 就必須要 控制它自己的硬碟 所以它適合一個 常續 常續經營服務的 狀況 那其實 就是鞋子 就拜託影片 上次就是 不會逐字 那些會被騙 但是 簡單的說 它就是會讓 Slab貢獻它自己的 運軟硬碟 還當初 這代理檔案 就是 你直接拿這個 價格 你還可以 很期望 5.5 所以 你看到 今天呢 我現在 這些東西 同樣的 今天 依然 有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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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邏輯就相反了 這時候每一台實體 都會把它自己的硬碟 貢獻出來 變成一個邏輯上的一個 很大量的一個 分散式檔案系統的一個空間 這時候 大家一定會知道 Io存取 就會非常有效率 相對於 無碟板來講 它是非常有效率的 而且它 它有 同時讀寫的一些 副本管理的一個 一個功能存在 所以就變成 它很適合 它很適合 大家的副本管理 就可以 那大家會不會 這個問題 首先 那 又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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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做一台 十幾萬的機器 會不會 會不會 很小 就 開發 出來的 所以我 那時候我其實 演講過很多次 很多老師們都會問我講 因為我問說 沒有關係 我們只要說 你 主體器 M1 Intel只要支援 虛擬化 你就可以做 那 GPT 其實 其實 是最大的關鍵 越多的 越多的虛擬機器 然後 硬碟 硬碟 光碟 這些 我相信都是必要的 然後 但是 因為我不是硬碟廠商 過往中心 不是硬碟廠商 那我們是 投入我們自由軟體的開發 所以虛擬化融軟體 以上免費 那你們也可以 來體驗 此時我們有一個 雲端簡單龍的服務 EasyCode的服務 也在網站上 大家也可以提電一下 那 這就是 硬碟需求方面的部分 那大家會問我說 雲端簡單龍真的有那麼 好安裝 或那麼難 不過事實上我是騙人的 也是其實很難安裝的 那 我就先告訴你們 分享給各位 說我們 安裝方面的 一些安裝方式 發生 今天是無碟版的安裝 其實 無碟版跟有碟版 都要處理 MAX的安裝 其實 他今天就是 拿上 原版的 無碟版是武邦圖的一個 Original的一個光碟 把它放進去 做同胎機 同胎機之後 就 就執行我們的 我們所設計的流程 這時候 一下MESTER 會開始 透過網路 進行安裝 那等MESTER 安裝完畢之後 我有剛才說過 CLIF不用再裝什麼東西 只要他要同一個LAN上 他就變成EAR CLIF 那其實就這麼簡單 就是 邏輯上的一個概念 那有碟版難不難 那 唯一的差別 他在哪 我EAR 和MESTER 安裝完畢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一個網頁的介面 去設定我的CLIF 然後我的CLIF 只要透過這五個程序 跟著 就是我的MESTER 安裝好以後 我就會看到我的網頁的介面 然後這個介面其實就是 Config 我的CLIF 將要怎麼安裝 其實透過這個介面 就是五個簡單的步驟 處理完畢之後 一樣把你的CLIF 接到同一個網路 透過網路開機 就可以使用 對 那其實CLIF 也沒有不需要特別安裝什麼 那其實這是比較詳細的 就是透過這五個步驟 其實這五個步驟 我們已經做得非常簡單 所以其實大家不知道怎麼裝 就是Default的Value 就按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就安裝好了 對 那我現在各位讓大家看到說 到底怎麼裝EZA的MESTER 因為今天沒有網路 所以我就也是一樣 video demo 那其實我是用我的Mac Mac來裝 所以我是用什麼Virtual Boss 當我的MESTER EZA的MESTER 我只要選好我的光碟開機 選好之後 大家有沒有看到Virtual Boss 那裝好之後選好 我的排氣光碟EZA Cluster 我就按下安裝 然後呢 他會問啊 他大概就會開始問 只要你的網路沒有 你沒有對話好路 他就會問你的網路IP 你設定好 他就透過網路安裝 其實大家看到 這個安裝 我真的沒有做什麼剪接的工作 唯一做的就是夾出 因為把大家轉開 整個安裝好大概五分鐘 就裝在我這台MESTER 然後 然後 後面你所看到的 是一直不斷的安裝爆料 所以 我可以來 加速他一下 對 你看 大家 可以看到其實在整個過程中 就是 我是入同步的安裝過程 所以真的是一鍵安裝 然後 剛才講到的 MOOSE FS 分散式打暗系統 已經裝好了 KVM 裝好了 OpenEvra 裝好了 Live Learn 那我們是提供大家 各位一個Total Solution 一個雲端的一個 愛死的一個軟體 好當裝好之後 其實MESTER其實就有 就有介面 這是無邦圖 我們以無邦圖的機 好 等他開好機 也就是像這支 裝好的畫面 我沒有錄完全部 對 其實他裝好 其實因為剛才流程很快 其實說MESTER呢 他會只 他MESTER裝好了之後 4F怎麼裝 你只要把你的4F 調到BIOS 調到 網路開機 PXE開機 選好之後 你的4F reboot之後 這時候 就已經變成 Evra的4F 加入到資源池裡面 那 真的 就是重開機之後 這是4F的重開機畫面 因為我剛才只有 錄Master的方式 那4F就是 重開機之後 你就看到這個內容 那一切就完成了 就可以拍送你的虛擬機器 好 那Evra的特點呢 其實我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 為什麼他的名字 要Evra 就是 Build your private cloud Easy 就是 你很容易的 打造你自己的使用力 所以他就是Evra 所以我們強調 顯示 顯示安裝 這些點根本 不需要費力 你只要透過網路安裝 就可以安裝好了 那使用方面 我一直 我們的團隊很辛苦 都會一直被我挑剔說 這不夠直覺 這不夠簡單 然後如何登入到 你的虛擬機器 我們也提供了 VNC RDP SPICE SH 這些都已經完成 那在 以一個Sign Manager來講 EGDA的Manager來講 他一定可以做 他的完整配合設定 以及即時的實體機器 虛擬機器的資源監控 以及當然管理者一定可以管 使用者分群組管理 甚至到虛擬網路管理 我們都已經把它做進去了 那大家會問我 一般使用者 該如何使用呢 那同樣的 因為我們這陣子 跟EasyGo有一些合作 所以我們 就想要說 把EasyGo 把它變成 平板簡單龍上面 一個服務 那今天呢 我用一般使用者的帳號登入 其實全部都透過網路化 網頁界面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是一般使用者進行登入 那你可以看到0的原因是 因為它還沒有 部署自己的虛擬機器 那今天 它只要 去新增它自己的虛擬機器 那這時候就有很多範本可以選擇 比如說它要 Ubuntu EasyGo SignOS 甚至Windows 都可以 都可以變成我們的範本 放在我們的系統上 那這時候使用者 只要新增他自己的EasyGo9 那它部署下去 其實它很快就會完成開機 那其實後 我們去年也跟 家大有做一個合作 等一下時間來得及的話 我就跟大家分享 那個 跟家大合作的一個案例 那一樣的 其實使用者只要透過 一個網頁 點選VNC之後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自己的EasyGo9已經部署好了 那其實 之前我們有跟EasyGo聊天的時候說 有些老師其實安裝 他們就怕怕的 所以用這個服務 是不是可以 EasyGo上雲端化 我覺得這個idea很好 所以我們EasyGo就很開心的 跟他們合作 那這是EasyGo9 那最近我們也完成 EasyGoX跟EasyGo11 的部分 這是一個簡短的demo 那另外一個 熊子可不可以用Win7 可不可以用Win7 也是可以的 那 我這個demo拉到最後 因為我比較想分享 那個交大千人電腦教室 所以 就是讓我拉到最後 那一樣的管理者 要如何登入跟管理 其實一樣 管理者只要用他自己的 oneadmin的帳號 跟他的密碼 就可以登入 所以他登入跟剛剛很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 右手邊這邊 他會多了很多的 一個控管的方式 比如說 他要管理實體主機的話 他可以抓 裝他自己的Class的部署進去 他自己的實體主機 也可以放進去 甚至他可以 比如說像國廠中心 有北中南的Storage 他甚至可以掛在上去 也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虛擬網路 都可以 管理者都可以自己做設定 那同樣的呢 他虛擬化 虛擬化的部分 他就更多了 還有 他可以 upload他自己的實體影像檔 來製作成特定的範圍 讓使用者去使用 然後當然 管理者一定可以開虛擬機器 這不用之餘的 然後在系統方面 我們定義 這個管理者可以去新增 使用者跟群組上面的一個控管 那該 這是管理者登進去 這 大家看到 他看到的東西就比較詳細 他可以看到說 實體主機有幾排 現在上面的醫院有多少個 那 假如一般使用者的話 他一定看不到全數的狀態 那其二就是大家 接下來其實大家其實常常聽到說 這邊會有其實 也有實體轉機 虛擬的一個方案就是 convector 那其實也有 那管理者中心比較有趣 就是 結合我們的那個 複製龍 這個 Kongzilla這個技術 來做一個 實體轉虛擬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一定要用video 因為這個 這個做起來其實是相當的複雜的 來看看 我好像沒有欸 對不起 這個我沒有準備到欸 對 上面這個 謝謝 那同樣的今天 我們啊 其實什麼叫實體轉虛擬 就是我今天用得好好的PC 我想要上雲端化可不可以 其實可以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 一台PC Desk Pop 是用Dell的機器 那今天呢 我只要拿 Kongzilla 那我們修改過了 Kongzilla 來做一個光碟開機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Kongzilla的 那個 我們沒有做假 然後這一台主機 其實是有一梯的空間 一梯的空間 那這時候 我想要把它全部轉回 虛擬電腦 可以嗎 可以的 那今天 它只要用 我們修改後的 Kongzilla的版本 放到它的 做光碟開機之後 那等開機完成 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設定它的 Public IP 為什麼呢 這時候這台主機 就變成了一個 它的硬碟的提供者 就把它硬碟變成一個 Image 然後提供給外面的人 接送 那外面的接送是誰 那就是EA的 某一個虛擬機器 它只要接送完畢 它就可以變成 它就完全的轉到 轉到 Virtual Machine上了 那這樣 同樣的這只是選它的 繁體中文啊 然後因為這是修改過 所以我們是用 Underfly的一個機式 然後我們設定它的 固定IP 那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直接設一個固定IP 可以讓它有對外網路的功能 然後140.110.20.150 好 這網路設定好之後 它就開始進行 這個硬碟的壓縮了 所以大家可以問 可以問我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孔子達能做到的 的Image管理 其實都可以跟 雲端簡單總做接接 所以這時候呢 雲端簡單總 只要在它 像我剛才的介面 只要在開啟一個 虛擬機器 做一個 當一個接送 就是Image的接收者的話 這時候就可以 就可以把 剛才我們Dale的機器的 所有的內容物 全部都接收到 虛擬機器上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虛擬機器其實 已經開啟好之後 當它開啟好之後 就 同樣也只做一件事 它就要輸入 它的Public的IP 就是剛剛我們所設定的 140.110.20.15 因為它等於 找到了它的Server 就開始接收它 所有硬碟的內容 那其實 大家所看到這些動作 全部都在網頁上 就可以看到一些 對 你看 它第一個就詢問 它的 它要找出它的 它的那個 就是 Image的提供者在哪裡 然後它是 20.0 150 當我聽這個IP address的時候 它就完全開始接手它的 它的所有的 一連空間的檔案 其實它是以Public權的概念 可以更複製過來 那因為這接手需要一些時間 等我 speed up一下 那開好機之後 我只要把這個Image 做另存的動作 這時候我們的Dale的電腦 就可以在這個 平端簡單的 做一個排氣的動作 就是做另存的一個方式 好 我要 我要稍微降喊一下速度 其實我 我 我只能說 一段簡單的 MaiB 可能是一個叫雲的一個選擇 它導入 它導入虛擬 虛擬化是不是困難點 對於Naniao來講 它並不是 然後需要很昂貴的機器嗎 也不需要 那 然後 軟體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採取open裝置 所以基本上 你在Source Go裡都可以下載到 那安裝嗎 其實它是用一鍵安裝 然後我們 希望我們 能降低 進入雲端的門檻 然後 我們也提供實體 伺服器導入 這個實體就是我很希望 跟大家分享的 其實 在交大的部分 因為它去年底 可以接收到 音樂達捐贈的一組機器 這是我是用過 哇 比我機器好很多倍的 一個 我覺得很大型的機器 那時候 王老師 王立群老師 就講說 他要去買VNWELL好 還是買HIPERV好 後來講說 就在 加大旁邊 有一個國防中心 既然有這個專案 為什麼不用呢 所以我們就跟他 做了一個合作 就是 我們怎麼樣去 讓我們 一段簡單龍 跟這一組機器 做一個很完美的 一個結合 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 這是 我們的想法 就是我們 我們有實測到 我平均1.8秒就完全 就虛擬機器 那我這直接 就給各位看一下 demo 那這次也是我們去年啊 跟交大 一個聯合的記者會的一個內容 就是 我們千人電腦教訓 那 那因為一次就要丟 一千台虛擬機器 所以我們 大家左手邊是 我們用script的方式 事實上當然一定可以用 那我script 直接丟我一千台的request 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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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需求 那下面當然是 要代表我們真的沒有萬做一些球獎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數字 它也跳動就是 我有 一百六十個虛擬機器的需求 然後我有 兩百個 一直到我們有 一千個虛擬機器的需求 然後 大家可以看到圓餅圖 綠色的部分 就表示它拍好機器 就可以可以做功服務 那黃色部分 就是它接收到request了 但是 現在系統等了 要稍微等一下 那 大家可以看到 當DM數 跑到一千的時候 表示它一千個request 都接收到了 但是還沒開網機 然後 只要呈現 整個圓圓圓圓 呈現綠色的狀態 就表示它開網機 那在它開機的過程中 大家可以看到 左手邊這個部分 六九 我剛才有 可能忘記了說 其實交代那一組機器 是七十個機器 我們打了六十九個機器 加入運算 大家可以看到 左手邊一千台虛擬機器的需求 已經提供完畢 現在已經開機 那開機 那開機大概 大概花了三十五分鐘 那平均五點八秒 就已經完成了 那 使用者可以如何使用 其實 只要透過介面 透過網頁介面 就可以進行登錄 好 因為我的時間已經快沒有了 所以呢 我要很快的跟大家講 就是說 有一些雲端的虛擬電腦教室 雲端的解案容易 所以我們會有 充滿一堆的 導師 充滿一堆的合作 你入到廠 昆山科大 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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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已經用了 我們雲端的 下層可以雲端的 立刻啊 要做 你進行 中心 可以上網體驗 就申請之後 認明 那 那 我這邊 那 因為時間有限 我本來是要 準備五個題目 所以我這時候呢 變成 準備兩個題目 那第一個題目 大家 一二三 好 這位先生 那全名是 對 好 謝謝 對 然後 欸 不好意思 來 好 那因為女生一定有保障的名額 所以女性同胞們 快舉手啊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這個專案 我們是 我們是 國家實驗研究院 我會拯救你的 我會拯救你的 這位小姐 嗯 對 我們是國家實驗研究院 我的 lab 應該是 好 沒關係 我會拯救你的 好 沒關係 我一定會拯救你的 對 欸怎麼會這樣咧 好 我慌了 你看你害我慌了 我一定會拯救你的 好 大家看看我是什麼實驗室 對 對 謝謝 謝謝 那謝謝這一位小姐 對 還有男性同胞 最後一個 只有 只有衣服沒有USB了 那 那我回到剛剛的問題就是說 雲端簡單龍能不能提供公有雲的服務 等一下 一二三這個問題太簡單了 一二三 好就你了 可以嗎 欸 你這麼遲疑 你要不要稍微肯定一下 當然是可以啦 來 我丟給你 不行 我怕傷及無辜 好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